同心大家好 現在要說天皇第十八年江戶幕府的衰亡和倒幕運動 我們要了解一個問題 德川的江戶時代 基本上德川幕府無犯什麼錯誤 他是因為他的時代任務要做一個結束 日本還要進入文明開外時期 這也算是他的名字 世界上德川幕府 我給你看看 他無犯什麼錯誤 他真的犯一個最大的錯誤 他的法論變了最萬年 他算是一倍的既得利益者 就是這些武術 一些這些貴族 不管他改變 這個無犯因為 你如果不改變 日本就會忘掉了 所以後來天皇 下面的主侯聯合起來 跟天皇做討論了 他要發動一件事 叫做大政奉還 就是你現在這個幕府的將軍 德川幕府的將軍 要把這個天皇這個政權的管理 高等於天皇 由這個天皇用現在現代 最新的這個 由人民所組織合成的議會 生理一個現代國家 所以大日本的帝國就是什麼 一個主權國家 什麼主權國家呢 主要他怎麼樣 他有你尊重人權 他也有主權 他這個主權是你保護人 保護什麼 主要你保護人權 這叫做主權國家 所以你如果要看一個國家的憲法 什麼主權國家 你就要真正看 第一 他有沒有人民議會 人民所組織的一個議會 第二 你要看這個議會 造成之後他有什麼憲法 好 如果中共有憲法 他這個憲法是不是你保重人民的管理 如果我們最終是這樣的時候 這樣這就是一個主權國家 你就很簡單 你就看到什麼 第一個人民議會 第二個一下憲法 第三 他這個憲法裡面有你保重人權嗎 這非常的困境 因為你憲法一定要保重人權 這是什麼他在美國憲法什麼 立來的一個典範 因為美國憲法 他是一個租款的憲法 租款主要在做什麼 在保護人權 所以美國憲法裡面立一個最好的典範 就是說他用租款什麼在保護人權 你這個美國總統包括這個 政權所有的人都要遵守租款的精神 你這個租款主要說什麼 你保護人權 你保護你那個國家的人權 所以那叫做租款國家 所以我跟你說 你不能去聽 中國人說什麼嘴的 嘴的 你說什麼 看租款 他們的租款都毆不定義 你不能去聽他們的 你要去看美國憲法 美國憲法才是租款的典範 什麼是租款國家憲法 你一定要去看美國憲法 你要看有 美國憲法就是什麼 就是什麼 遵守這個租款就是美國總統一定的信經 那就是租款 裡面說的那都是租款 我第一本寫的租款 真正裡面就是你說租款 第一人很要緊的 你租款的目的要做什麼 你遵守租租款的目的要做什麼 對 就是他的目的保護人權 保障人權 這就是在美國憲法 讓我們人類一個很好很好的 什麼習慣法的典範 再來以後全世界所信領的現代租款國家 全部都用租款保障人權 全世界你看到一流國家憲法都一樣 他用租款的精神保障人權 這就是現代租款國家 你的定義很清楚 你不能聽他們什麼共和民國 他們的什麼 租款和人權的定義 都黑白亂的定義 你要看美國憲法 教員的定義 這樣才會準 才不會飛去 所以你要了解什麼 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 這個是租款和人權 你要分辨說這是租款國家 這個江戶幕府 他所做的這個 他算是幕府 幕府這就是什麼 部落型的國家 這不是租款國家喔 因為他沒有人民議會 第二個 他也沒有憲法 第三個 他也不保障人權 所以你喔 會看出來江戶幕府 是屬於什麼樣的政府 他是屬於什麼 關注這個部落型的政府 這個部落型的政府 畢竟是不像現代 所以差不多在那 一百五十年前的時候 版本農馬 就是他們的 唯性的 制製的 他就在那個 萬國共法 包括美國憲法 包括他們 他們那個時候 相關的法律 他們就看出這一點 我們要生理 一個現代國家 我們要叫這個 國際法什麼 去生理一個現代國家 就是我們 後面你說的什麼 台一本帝國 台一本帝國 政府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亞洲第一的主權國家 這主要是不是有看到 美國現代相關的一些設計 一定都有的 你包括英國的設計 包括帝國的設計 他都這樣去 學學的料理 結論就是說 這樣我們要用一個 這個什麼 君主立憲 就是要跟什麼 跟這個 台英帝國差不多 就是跟英國 所以我們這個想法 跟後面這個 台一本帝國的現代 設計的時候 就是都 主要 主要是 參加剛才三個國家 參加英國的 跟德國的 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 算過美國的 還有當然也有參加荷蘭 因為那時候 這個什麼 這個 算過 這個藍學 就是荷蘭的合文 有傳給日本 所以我們這個想法 日本差不多 參加三個國家 四個國家的什麼 相關的習慣法 連設計的什麼 他自己的憲法 就是我們後面 知道的 台一本帝國的憲法 我們要知道 說 為什麼江戶幕府 他的衰亡 主要就是 他相關的一些 習慣法 一定跟不上 實在 他不再要改革 因為他 現在變成什麼 封建保守 他是一個 農業社會政府 最元素的 政府 就是我們人類什麼 那個 封建制度 中央集權的政府 那種的政府 差不多 在我們 我們境台 全世界 都跟人家 因為 那種的政府 跟國家 並不下 現代社會 主要 什麼樣的原因 他沒有用 這個主權的精神 去保護人家 所以 我們 以前那種 整個政府 整個國家 全部都在 那些 一百年 整個都被 被毀毀掉 現在 現代國家 這個主權國家 就 美國 這個國家 做典範 因為他最成功 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要去學 要有什麼 要有 最成功的 國家的制度 你包括 我也去學 美國的憲法 到底人怎麼 人怎麼去設計 到底人 背後 是用什麼方法去設計 對 你就要了解 什麼 租款和人款 你知道什麼 是租款國家的憲法 跟以前的 部落型的國家 在現在這個江戶幕 有什麼 開始要做一個 日本的 什麼 這個 這個 政治上的切割 他要跟以前 什麼 西安娜 要跟以前 你懂嗎 再戰 我要身為一個 現代國家 這就是什麼 台日本帝國 你現在問一個問題 台日本帝國 還在嗎 有 因為我們後面的討論 這點是說 如果天皇在的 原則上 台日本帝國 就在的 所以台日本帝國 這個國家 還在的 日本國 這個國家 現在天皇 是 減台日本帝國的天皇 也是 日本國的天皇 這後面我們會說 一個由來 到底是 什麼樣的原因 為 為什麼 我們台灣人 現在是 台日本帝國的生命 這我 我也要稍微說 因為我 後面 我後面還有兩本 我會對這 相關的問題 解釋得很清楚 因為這非常 這不可以有什麼爭議 這名字都要很清楚 尤其是 跟我們 近台這麼相關的法律 整個都要清楚 因為我們要清楚之後 台灣人 要問的問題 會比較少 不然我們要看 我們要看 政治的時候 台灣人要問我們很多問題 我們如果 解釋不清楚的時候 我跟你說 人一定問 一定問 你這個 權力的來源 你會講質疑 所以我們完全想 我們也要照到現代的方式 跟人民 解釋得清楚 到底為什麼 我們台灣 今天這個國際地位 是這樣 他又要走去哪裡 你過去要說得準 你未來 不是 你說的時候 你不再說得準 你連過去都說不準 我問你 未來你要走去哪裡 所以我們過去有發生的事情 尤其是國際條約相關的 很要緊的部分 都要說得清楚 你不可以有任何 算說不清楚的地方 因為你如果不清楚的地方 你還說的那些事情 你的立基點會有問題 所以 我們人和這些相關很要緊的法律 都要什麼 研究清楚 不要去頂戴 你一點的質疑就不行 那名字都要講事 有的有就沒有 有跟沒有 yes跟no 你都要講清楚 到底這裏面的法律 你講什麼 一定要講 一定要講到最小 對 而且我們 這個 我們臺灣的時候 我們的國際條約更複雜 對 因為又 卡到我們臺灣人民 包括我們臺灣裡面有 日本人 包括也有 中國人的難民 哇 這還用一個臺灣關係 來幫你管 那事情就變得很複雜 變得 全世界我們臺灣的 國際條約是 異常的複雜 全世界可能 沒有人比我們臺灣更複雜 政治條約來說 我們是非常複雜 所以你看看 包括我們所有人 你改歲臺灣的 國際條約 大家都開火 大家都開火 都 我告訴你 說不算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我說實在太複雜了 你 而且這 相關的習慣 齁 我們臺灣人 差不多都沒辦法學過 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中華民國的法律 包括相關的歷史 和教學都沒辦法讓你知道 都不知道的時候 他整個都幫你教教的 所以你也不知道這些名字 如果不知道這些名字 他這些教學都幫你騙 我們現在就是沒有 我們現在就是要跟所有的事情 都說清楚 到底頭到尾到底是怎樣 相關的事情 怎麼說清楚 我們回歸政題 這個江戶幕府 他的衰亡 他在那裡開始 因為我們要 我們要知道 我們亞洲兩個文明 很要緊 你知道 是 富為基角 一賣相成 就是 中國的政治制度 跟日本的政治制度 因為 我們要知道 這個 日本的政治制度 日本的政治制度 包括相關的文化 有很大的一部分 什麼 向中國人學 如果中國人的政府 包括政典 出問題的時候 可能日本也發生一樣的問題 那個時候 差不多 在 我們就要說 在那裡 在 萬青的時候 什麼叫做萬青 他本來是一個女真族 他什麼叫做女真族 他就是 我們現在知道 這個 這條線的北平就是北韓 北韓的北平 那一片土地 差不多有200萬平方公里 從哪裡呢 在這個 北加賀湖 宜東 那片的平原 一直到那裡 那裡 以前都女真族 大 就是這個 你女真族 你如果要 你如果要 過類來說 他應該屬於 蒙古人 應該屬於 蒙古人 所以他跟蒙古 其實是同一種 你也要看作 他是原 原草的後裔 因為什麼 看的原因 因為這個女真族 他們後面都含這個 蒙古 他們都在通婚 他們所有的這個文化 習慣都跟蒙古差不多 所以你也要說 這個女真族是怎樣 是一個 是 他都算是蒙古人 沒有不對 因為他後面整個都通婚 他們那裡算 多在那 女真這個部落 他們算那裡 絕頂 全部都去帶 蒙古的公主 所以你也要說 這個女真人 就是蒙古人 沒有問題 因為 他們什麼 血脈差不多 只是他們住的地方 不一樣 這個女真族 就是 不是住在蒙古的蒙古人 他是住在哪裡 住在我們現在說的這個 八家湖 伊東這片這裡 一直到哪裡 一直到我們西太平洋 就是這個 朝鮮以北 就是我們現在說的 東北的那個地方 那時候 女真族是住在 人家說的 山海關的北平 那叫做關外 有沒有 關內是誰 什麼人住的 就是主委員長的好兒民調 所以 以前他們 中國 他的中國 不是我們今天 他的中國 他是 關外是屬於 女真 關內 這裡是真的 漢人 漢人在住的地方 我們這樣稍微 噴一下就好了 關內 是差不多 南方人在住的就是漢人 他們都說 他們自己是漢人 他們關外 以外 那個地方 北平 東北的地方 整個大片 一直到什麼 一直在北架湖 以東 一直到哪裡 一直到太平洋 西 一片 這裡一大片 就是這個 東西 不利 這片 這裡 這裡全部都什麼 全部都女真族在住 他們的生活主要是什麼 就是序幕 跟狩獵 對 序幕跟狩獵 這就是他們的工作 所以 他們的一些無論 都跟什麼 都跟蒙古差不多 差不多 小翔 在那個時候 在 差不多 1600年 周圍 他們那個時候 女 女真族 開始 女 女真族開始 興起 在什麼時候 開始呢 在這個什麼 欸 努娥哈赤 努娥哈赤 這人很厲害 他只有 13 十三戶開獎 那在大清 帝國的 這個 立書的時候 他自己說 他跟他 扣他的祖先 這個 十三戶開獎 把這個 女真這個部落 怎樣 整個都把它 統一起來 用武力 軍事武力 統一起來 所以他就是 在什麼 在他 13 13的人 開始 把這個 女真大部落 把他統一起來 包括他做一些事情 很困難的 他跟 夢 他跟 夢 他跟 他跟 夢 同盟 所以齁 你看著這個 女真人跟 蒙古人是怎樣 是一樣一種 這沒有問題 因為他相關一些 文化都一樣的 然後 他這個 聖公這個 奴爾哈 次 通 這個 女真主 他主要 建立一個 軍事武力很要緊 叫做八旗 什麼叫做八旗 就是 他把他 那個女真主的 大部落 他都把他變成八族 什麼 鄭皇旗 鄭蘭旗 以前你看 一些 大清帝國的 這個 古裝劇 你就知道 他有那個什麼 鄭八旗 就是 他說的那個 八旗 什麼叫做八旗 就是 他這個部落的人 分成八的族 八的族 所有的 都 全部要 加入 其中一族 你要加入 其中一旗 你可能是鄭皇旗 都分成 他 都分成 八族 要睡 所有的 男人都要去用 便宜 去啟動一下 你如果要作戰的時候 所有的男人都要出來 你如果有材料 站起來 超過16歲以上 到差不多 好像40歲以下 你都 全部要出來 你如果出來 幫助女兒 好事 這就是一邊 什麼 最元素的八旗 叫做 八旗子地兵 這個八旗子地兵 全都跟什麼人一樣 都跟蒙古一樣 所以 他相關的軍事 制度都跟什麼人學 都跟蒙古學 所以 所以 你看這個 女真人的文化 都跟蒙古差不多 小聲 你看這個 女真族 是什麼 東蒙古 東平的蒙古 原族 蒙古 你看西蒙古 差不多那個意思 因為他們包括 相關的議員 跟文化 都跟蒙古差不多 因為他們 差不多是通話 對 他們都會 互相在那裡通文 所以 他們這個 女真族 都會蒙古文 包括 他也有自己的文義 他是後來 建立 大衛星 帝國之後他才建立自己的文義 不然他以前 他很多人都寫蒙古文 因為蒙古 以前一個大的 帝國 他有自己的文義 所以這個 女真族 一般他們的 規則 都會蒙古文 所以你都看作這個 女真族 是什麼 另外一個蒙古 叫做東蒙古 因為他們文化上 差不多 他也跟蒙古的感情很好 所以齁 這個 民調後來怎麼會蒙 就是 叫這個 女真族 他跟蒙古聯合起來 女真跟蒙古聯合起來 跟民調不調 民調 為什麼不調 主要就是 我們最近說的這個 封城秀吉 去打這個朝鮮 明朝出兵 之後兩個在朝鮮半島 打到都沒有聲音 但是怎麼樣 明朝的國力開始衰退 之後 以這個農民起義 就是 這個創王李自成 把這個民調撞到密密帽 整個經濟都扯下去 國家力量都圍下去 圍下去 圍下去 之後在這個 差不多1644年 這個 好像是皇太子 他就把 你知道嗎 把這個 算是他的八旗子 他八旗子地兵 開去那關內 把這個什麼 他把這個大明王朝 抹掉 崇禎皇帝就什麼 就上吊了 在眉山嘛 那個人都知道了 後來就是 你知道嗎 這個 蒙古的女子人 原主在住在關外 所以他就是 他算一個國家 對不對 所以 滿清帝國的 龍心之地 是什麼在關外 那關內什麼都漢人 這個 這個 算是他這 南平的 漢人就怎麼樣 叫那個 算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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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女生族 這個漢人 怎麼改殖民 所以你 要很清楚 台清 帝國 是住了兩個國家 來住的 以 滿祖族的這個 奉帝 為主 去一邊什麼 一邊 這個算是 大明王朝 所以實際上 所以實際上 中國應該勝出兩個 應該勝出兩個國家 一個就是 這個 滿清族 一個 關內的什麼 大明王朝 這是兩個 不一樣的族群 包括 相關的議員 都不一樣 因為這個 滿清族 是屬於 蒙古文化 這個 關內 大明王朝 屬於 南方的什麼 漢人的文化 所以你要知道 大清帝國 什麼是大清帝國 就是這個 這個 滿清國 在 殖民什麼 殖民這個 大明王朝 啊 這兩個 由 由 那個 由 那個 滿清族 跟這個 大明王朝 所組的一個國家 叫做什麼 叫做 大清帝國 所以你要清楚 什麼是大清帝國 它是由兩個 國家來做的 一個就是 南平的漢人 那就是 都漏的 那叫做 清帝國 漢人 清帝國 就是 他的國家 有什麼 去幫他 幫他 去幫他 幫他 我們 後來 你說什麼 不可 強盜 你唱的 土地 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 台日本 帝國 天皇 英 後來的軍隊 在中國的時候 幫他 奔家 這個我們 後來去講 他跟 什麼 他把 元祖帝 台清帝國 把它鎖開 他 元祖帝在關外 都算 滿洲國 關內 都算中華民國 這個 中華民國 實際上就是 以前的大明王朝 這樣說 你就聽 中華民國 實際上就是 大明王朝 他們算 復必 算我們 日本人知道 他們中國人的利息 我們進去幫他 奔家 你這個 婦姨 這個 滿洲國 你們這些 警察 你們就處理關外的生活 你就去關手工那些生活 你如果關內 漢人 你就繼續老的 幫你設一個 中華民國 所以 那也是教他們 中國人的利息 中國的利息 怎麼奔家 因為他們 後來我們會說 他們 這個滿漢都奔家 我們 我們台日本帝國議員 裡面就是 替他們作爭 把他們讀開 讓他們在那裡忘記 對 我們這個後面會說 我們現在 先說這個 女真族 他後面就是 什麼把大明王朝不調 成立一個 國家叫什麼 大清帝國 你要知道 大清帝國 等於什麼 等於 滿洲國等於 等於什麼 加上什麼 大明王朝 就是說 這個大清帝國 是什麼 是兩個國家 就是一個 萬千國 另外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 這個大明王朝 你記得這樣就好了 我們後面又做 相關一些 歷史的說明 下一本也會講 之後這個 大清帝國 變成全世界 最強的一個 一個 那個國家 他那個時候 最強 最強的時候 他的GDP 減差不多 全世界一半 在那差不多 康熙雄正 乾隆 在那乾隆的時候 他的國力達到最強 差不多在1800年的時候 全世界最強的一個國家 是哪一個國家 不是大英帝國 還不是 是這個大清帝國 這個大清帝國很強 他的 人口數 差不多要兩億 是 全世界 人口數 差不多 百分之三十 他的 GDP 減差不多 全世界要一半 他也算一個 很強的國家 所以在 陸地上 他找不到人 我說的是 當他在強 他找不到人 但是他後面 他為什麼找不到 我們說的 中央集權 跟什麼 跟這個 跟這個 封建制度 他本身有一個問題 他的腐敗多了 全世界都一樣 再來 他後面在 康熙雄正 乾隆 在乾隆之後 他就找到了 啊 找到之後 這個大英帝國 現在開始 工業革命 他這個國家 越來越強 他看了這個 大清帝國 他算說 他有一個 六點 他就什麼 他在腐敗 他又找到一個 紀錄 再來這個 大清帝國 就要他卡油 他那時候 這個大英帝國 在我們東方的祭典 在那裡 在印度 所以 他在那裡 有什麼 成立 東印度公司 英國的東印度公司 他就在 英國的東印度公司 他就在 英國的東印度公司 做基地 跟新加坡 因為那時候 新加坡 也須於什麼 須於大英帝國的 他要在我們東方 找一個工廠 他主要要做什麼 他主要要做貿易 他後來 想想的料理後 他有跟 大清帝國 討論說 你是不是開放 工 你開放一些工廠 給我大英帝國 做貿易 結果 這個大清帝國的 法庭 就跟什麼 就跟英國的特使 給他選擇 算說給他收入 我相信你應該知道 算說這段歷史 再來 之後 以後就是 英國人不服 之後以後 就在 差不多 1839年到1842年 這個中 他就發生一件很要緊的事情 叫做第一次鴉片戰爭 這個第一次鴉片戰爭 他就簽 他就簽一個很要緊的條 叫做南京條約 這個南京條約就是 他跟香港掛什麼 台英帝國的鴉片做一面 我記得好像150年 所以 變成你知道 1997年的時候 香港回歸有沒有 所以你要知道 為什麼 香港是屬於這個 台英帝國一面的 他到底是什麼條約 就是南京條約 這個南京條約 他算說 台青帝國戰爭的時候 這是怎麼 你知道 變成一個不可思議的事情 這麼年輕的 台青帝國 既然屬於一個 台英帝國 你知道 這個南京條約 裡面 他把這個 香港掛好 台英帝國 還有 還有什麼 還有大量的賠款 還有開放這個 五口 通商條約 因為他開五個 港口 台英帝國做生意 再來 因為開這個 有個港口之後 哇 那些什麼 那些帝國主義的 列強 全部都向這個 台青帝國 弘地做要求 說 我也要 我也要跟你做生意 他也算 要把它卡油 再來 這個 主要這個 南京條約在1843 我們簽了以後 這個 相關的事情 傳到日本 因為那時候 日本還在鎖國 但是 我跟你講 最頭上的 武術 都知道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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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青帝國 叫什麼 台英帝國 打敗這個 還有南京條約 然後 這個 大清帝國 叫人開港 以後 因為這個 這個 日本的什麼 最高階的武士 包括這個 德川幕府 把這個 消息 蓋起來 沒有人們知道 但是 最頭上的 武術 整個都知道 但是 他不用跟老闆說 因為 說了 你知道 日本的 變成非常 不穩定 所以 他說 幕府 他把這個 消息 蓋起來 但是 他們都很怕 包括 什麼 德川幕府 的將軍 他也很怕 因為他怕說 哇 台青帝國 這麼久 是我 日本的差不多十歲 他人叫台英帝國 打到咪咪咪罩 啊我 啊我這日本 要怎麼樣 你知道嗎 你看到 台青帝國 打到咪咪罩 你就要自己煩惱了 下一個 是不是你日本 是不是 我們這個 德川幕府 立民準備要開港 對 因為他在咪咪 後面真的要開港 什麼人來呢 就是這個美國 他們後面在1853年的時候 培里 這個1853年的7月8號 這個 美國的海軍 這個 準將培里 他帶四至五軍來 我們日本 要求開港 這個什麼 這個 算是幕府的將軍 知道說 這樣害了 我如果不開港 我會變成什麼 你知道嗎 跟這個什麼 台青帝國 這個 南京條的陰謀 陰謀 我是只有自己 你知道嗎 自己選自己的水平而已 因為你看看 鴉片戰爭 就好了 台青帝國 開港的國家 竟然求台英帝國 打到咪咪咪咪咪咪 還有你知道嗎 開放五口通商 還有 賠款好像兩千萬兩 還有各讓香港 還有一些 喪權入國的條例 全部都簽下去了 你要想一個問題 幕府的將軍萬人也說 我不會開 什麼叫美國派那個 派那個朋友給他 把咪咪咪咪咪 可能也是這樣 他會怎麼 他會佈什麼人的後塵 他會佈這個 大清帝國的後塵 所以你要想一個問題 人家說的 好漢不吃 賢錢虧 你看到大清帝國 打到咪咪咪咪咪 我問你 你這個 你這個 德川幕府的將軍 怎麼不會很怕 會很怕 所以 好漢不吃 賢錢虧 偏偏偏說 好 你明年來 我自己簽掉了 再來這個 培黎 在這個 什麼 在這個 1854年 環燈尼三月 三十月 他就 將軍 江戶幕府 將軍 他簽什麼 簽這個 日美和清條約 這也好像在 那個 日本的 這個 這個 什麼 這個 國家裡面 他投下了一個震撼彈 這好像也是一樣 跟大清帝國 一樣的 什麼 上權入國的條約 再來那些 下屬的武術 全部都開始跳起來了 包括我們知道的版本龍馬 全部都跳起來 你知道嗎 他怕說 你知道嗎 這個日本的跟什麼一樣 你知道嗎 跟台清帝國一樣 他會 叫這個帝國主義的 列強 你知道嗎 整個都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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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變成一片一片 這樣 叫列強 給他指明掉 因為我們後來 知道 這個什麼 像我們知道 在八國聯軍的時候 這個 台清帝國 叫什麼 叫這個八國聯軍 把它噴掉 差不多變成什麼 列強的殖民地 變成什麼 八個國家的殖民地 你會否去看 八國聯軍的時候 八國聯軍的時候 籤好像 北京條約 那個差不多 台清帝國 第一件夢 叫什麼 叫列強把它噴掉 後來好像 台英帝國 跟美國 挑出來 說你 不能把這個 中國這樣噴掉 所以 後來 才沒有變成 列強的殖民地 因為 因為 那個時候 有 相關的 一些國際相關的 一個 算是一個 一個約束 就是這個 美國的介入 所以 這個中國怎麼 這麼沒有 叫做噴掉 那個原因就在這裡 這個我們後面 我們稍微說 這個中國的歷史 我們後面才來講 重點就是說 這個什麼 這個 台清帝國 他一定贈出 一定輸到 帝國主義 所以那時候 台清帝國一拍下去的時候 我害了 整個 阿州都沒有大人 因為 印度也變成 英國的一面 這個什麼 這個 台清帝國 還有戰敗 這樣 我們整個阿州都沒有大人 再來 開始 整個 列強就要什麼 求我們阿州 所以日本知道 所以他 美國 立刻 開來的時候 他平衡也沒有 好 我就開槓 但是一開槓 之後就害了 阿州的武術 全部都知道事情 原來你這個 幕府 你給我騙 你這個消息 為什麼 告訴我們 他都不要跟我說 他 算說這個 幕府 在鴉片戰爭的時候 相關的消息 他都把它蓋起來 這個 日本的老百姓 普遍都不懂得吃 結果之後 因為這個什麼 培理這個 竹子開來之後 所有的消息 都開開 都沒辦法再動了 阿這個 環燈你主要 還簽什麼 簽這個 日美核青條的 就是 開放這個 日本相關的港口 什麼 給美國做生意 結果是開了之後 連俄羅斯也不會 英國也不會 法國也不會 大家都來了 都要來奔 跟什麼一樣的 跟台青帝國的 金康一模一模一模 所以日本的所有的人 都怕到 包括他的武術 尤其是什麼 下級的武士 走到武士 都不知道要怎麼 之後 他們主要 我們就要說 這個幕府 幕府的時 這個德川家康 他在這個 昏風祝侯 祝侯的時 他跟他的清醒 主要都放在哪裡 你知道嗎 東北平的日本 就是現在 什麼樣的地方 差不多在 這個 台瓣伊東的地方 全部都是 德川家康的人 台瓣伊西 都是德川家康 怎樣 比較好 比 就是 比較沒有 就是 他的官的算是多 算是 算是 他算 李這個 德川家康 多大的大名 算是外樣大名 就是跟 德川家康 這個匠軍 比較沒有關係的人 對 啊 之後 他算是對 德川家康 比較沒有貢獻 比較沒有貢獻 比較有貢獻 比較有貢獻 這些人 全部都拼去哪裡 拼去西方的國家 他這個 西南邊的日本 他主要都拼在 他主要都拼在 對你知道嗎 拼在現在的 九州 四國 還有中國這個地方 他主要都拼在什麼 拼在西南邊 他拼的時候 都拼在西南邊 結果 這些人本來就是 對 德川幕府很感冒 你 你應該聽我說的意思嗎 他本來這些人就是 反對 德川幕府的人 本來就對 德川幕府 稍微有意見 現在他們 這個賠儀的 事件去哪裡剛好 這個賠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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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剛才開港剛好 開了之後 這西南方 這些諸侯 全部都在亂 以前這些 德川幕府 算多了 諸侯 全部都在亂 算你這個 幕府 你自己要開始改革 你如果不改革 我要自己演到 對 這就是說幕府 為什麼會倒台 一個元寧 再來西南方 那些諸侯 就開始 跟幕府走 對 這叫做什麼 這前後 前後差不多十年 我們叫做什麼 叫做討幕戰爭 就是西南方 這些強 強班大名 不服幕府的管理 因為幕府 你算 這個 中央集權 還有什麼 封建制 封建制度 一定不剩下 我們日本這個社會 我們應該去做 這個 歐美 列強文明開發的道路 我們現在 開始要建立一個 現代化的國家 我們不會在日本 這樣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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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會讓 台青帝國 怕台青帝國的效益 我們日本這個國家 我們不要忘記 後來跟幕府 做十年的空間 前後 他前後做十年的空間 這叫什麼 叫做討幕戰爭 還是你叫 倒幕運動也可以 前後 差不多十年 主要都什麼人領導 主要有兩個番 叫做什麼 叫做薩摩番 跟長洲番 主要是四個 叫做煞腸土肥 這個煞腸土肥 主要都集中在那裡 就是 我們說的是 西南邊那裡 西南邊那裡 主要整個都聯合起來 說到幕府 你知道嗎 討這條銷 說你幕府都什麼 都封建腐敗 你都 都跟你自己人 都封在 你知道嗎 封在算當兵那裡 你都不要改進 你 你日本的管理 你都不能改進 你都不能改進 所以 一定 一定說 西南方這些 主要怎麼 你把這個幕府拼 比如說 你這個管理要 高 你的高等 有天空 我們日本怎麼 才有希望 因為我們建立 一個新的國家 我們要改進 你幕府 這個什麼 封建制度一定 不像我們日本 你的時代一定 要結束 你最好自己切勃結束 你不用我們這西南方 這些 他算是用軍事武力 把你討伐 對 後來 這個包括幕府 他算也出兵 也去鎮壓 這個盤子 結果都打賣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西南方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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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功這些 聖功諸侯 他去鎮壓西方的洋槍大砲 他把那些 相關最好的軍事 技術怎樣 整個都鎮壓起來 主要是 鎮壓兩個 就是這個薩摩番 跟長州番 長州番主要去鎮壓六軍 他去鎮壓一個國家的六軍 他一次鎮壓英國 跟法國的六軍 後來他才會鎮壓得國的 所以那時候 長州番的什麼 六軍就很強 那薩摩番去鎮壓什麼 去鎮壓海軍 所以 因為他的鎮壓 在 日本來說 他的時代算 最強 因為 薩摩番都去鎮壓什麼 他都去鎮壓這個鎮壓 鎮壓要怎麼做 他包括也要 一些好像 走到現代的鎮壓 進去日本 所以變成說 這個什麼 幕府 他後來去什麼 他去 討伐長州 這個薩摩和 長州 兩個聯合起來 不要讓他消不住 因為這兩個有共同的厲害關係 就是這兩個都倒木 這兩個薩摩和長州番 結盟之後 他旁邊 這些豬火都 都跟 這個薩摩番和長州番 做的都 你知道 瓦島上 主要有四個番 叫做薩長土肥 你包括土佐 那個 那個 土佐番在哪裡 就是我們現在說的宿告 就是版本龍馬的這個高雄 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好像肥厚 肥厚在哪裡 在北九州 北平 北平九州 現在我們福岡那個地方 這家蘇的大名 西南方這些大名 都聯合起來 這個主要 他什麼 他煞長土肥 做那個什麼 好像一個 好像一個 想說 要來做日本的一個 改革 所以我們要知道 我們現在日本國在哪裡來 日本國主要的 政治的設計 都在這個 煞長土肥 這麼老 因為你包括 安倍晉三就好了 他也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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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煞長土肥 他應該算 他應該算肥 他就是差不多 福岡那邊的 就是說現在 現在差不多 日本國在看 政典的 主要都什麼 西南方這邊的 什麼樣的原因 這跟什麼 煞長土肥有關 所以你要知道 我們現在 現代這個 日本國這個政府 主要是在哪裡來的 在煞長土肥 就是西南 西南方 這些什麼 強翻大名來的 就是以前在什麼 翻航幕府的這幫人來的 所以我們 台日本 帝國 伊天王為主 對不對 這我們知道 但是他 下方的政務 日本國是他什麼人為主 就是他 就是他 我們現在說的 這個煞長土 就是主要 這四個所在來的 變成什麼 我們現在現代 日本國的 什麼主要 什麼 這個在控制 日本國 政治的什麼 一些大事 包括他的總理 這個總理 都差不多是什麼 他們 日本國 警察的總理 差不多都不是 薩摩藩就是 長 就是長洲藩的後裔 全部都他們 你看的 什麼樣的原因 他們都公信 他們都明治維新的公信 明治維新的公信 後面天王在 明治天王在做明治維新的時 他主要用的大事 主要都是什麼 薩摩藩和長洲藩的什麼 主要他的武術 會 協代 所以你要知道 下方這個日本國 主要都是什麼人 在造成的 就是 主要是薩摩藩和長洲藩 什麼武士的後裔 來造 因為 以前這輩人 都在什麼 反抗這個幕府 你要清楚這個 相關 這個日本 我們經濟一些歷史 這個 他們這個 西南方 這個主要 這個薩長同盟 他們這兩個 所在主要 要做的一件 事情 什麼 王政婦 跟大政奉還 就是說你這個幕府 做得最壞的 你媽媽看你 高等於天空 換我們來做 因為你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你都不改革了 所以 變成 後來有一定的 戰爭就是 東平的日本 跟西平的日本 在掛電 這個東平的日本的 勢力 主要是什麼 主要是幕府的勢力 因為我們要知道 德川家康 把他相關的 警察 都把他 都把他 放在什麼 放在這個東平的日本 跟他 管的一些 比較遠的 什麼 全部都把他放在西平 所以 變成後來的這個 幕府 他做得不好的時候 叫什麼 叫這個 美國 開港之後 他 西平的 西平這裡 全部都要怎麼 不服這個 幕府的通地 因為幕府 好像通地一半而已 就是 東平的日本 西平的 日本 都跟幕府的管理比較不好 比較坏 他叫做外漾大明 就是跟這個 德川家康 沒有血脈關係 所以 都不可以挺 這個德川幕府 所以變成說 這個德川幕府 他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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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理開港之後 變成他的 威信 他開始 慢慢墜落 開始 你死亡 之後他變成 像 這個日本西平的大明 全部都起來 翻 主要 帶頭的就是 薩摩藩和 長洲藩 你知道嗎 薩摩藩和 長洲藩的 武術 他都變成什麼 大日本 帝國的 包括大日本 帝國的 這個 學校政府的 修正 全部都什麼 都這兩個 所在人出來 包括他的 陸軍大臣 海軍大臣 這相關的 一大堆的大臣 主要都從這兩個 翻出來 這兩個翻 變成什麼 變成 民地天皇之後 在大日本 什麼的 攻城 所以 他這個 日本的 政典 在這個 這個 這個 政典 包括到現在 都差不多是 這個 這個 薩摩藩和 長洲藩的 什麼 他的 他算他的效果 你看 你包括 我們這個 安倍晉山 對 你如果說 要割他的 你如果割去 應該是差不多 是 福岡的病的人 福岡才會在哪裡 現在 差不多 我們說的 煞腸土肥 那個肥 他都 他都 彼此 年齡 所以他那裡 全部都 負上計算 所以 變成 你知道 變成 他們這個 煞腸土肥 都變成 什麼 你包括安倍晉山 也一樣 你看他的 組織怎麼 全部都 煞腸土肥 都他們的效果 這 你知道 日本國的政典 現在什麼人 你看 也是一樣的 也是西南方 這些大明的效果 你看 你看 你看到 我們 近代 台日本 帝國上 一些比較重要的 算是這個 中華頭 全部都是什麼 都是沙摩 跟 這個 長洲的後裔 都 全部 這兩個所在 的效果 尤其什麼 你知道 軍方的大神 就是這個 陸軍大臣 跟海軍大臣 這兩個 正在日本政府 裡面 因為我們要知道 台日本 帝國 的政府 是什麼 是一個軍國主義的政府 他是軍人 因為這 以前都無事 你包括整個幕府 你包括 薩摩 和長洲 我們全部都無事 所以 變成說 日本為什麼 這個 台日本 帝國 的政府 是軍國主義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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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就是什麼 他 長期間就是什麼 都軍人 在看的 就是都無事 就是一直以來 他的歷史 幾千年 都軍事政府 所以 這個 台日本 帝國 政府 包括這個 台日本 帝國 下面那個政府 就是現在我們說的 煞場同盟 意要的變成什麼 變成我們現在的 日本國政府 所以你要知道 這個 日本國政府的前身是什麼 是煞場同盟 這就是像 日本的什麼 我們在說的民政府 keyboard government 民政府 就是 郵人民 怎麼 起來生理一個什麼議會 然後建立一個 這個 國家 因為 這個 煞場同盟 他按照自己的 習慣法 因為天皇是 國家的元首 所以 他會 靠人民所組的 一個議會 這個人民所組的議會 主要是 單兩個所在議會 薩摩番 跟長州番 這個什麼 一些武術 去造成的一個議會 人民議會 就是我們現在知道的 日本國 跟 頭上那個天皇 台日本帝國 兩個做會 開會 這個 天皇收牌 代表叫做什麼 在那 台日本帝國憲法裡面 叫做貴族院 這個 由 人民收牌 這個議會 叫做什麼 會 叫做 那個 貴族院 代表天皇的勢力 眾議院 代表 日本國的勢力 兩個在什麼 共同在開會 叫做 台日本帝國議會 所以 日本是一個什麼 二元政治 你要知道 他跟一般的國家 不一樣 他是屬於你知道 台日本帝國 跟 越來日本國 聯合 所組的一個國家 那叫做 台日本帝國政府 他什麼人做 做 做 做什麼 做他的元首 所以 這個 日本的勢力 都在哪裡來 按照高雷 國體跟 政理分離 都在什麼 台日本帝國 天皇那裡來 因為 你要知道 一個法例來說 這個 德川幕府 他後來 到他的時候 最後一任的 將軍 德川慶喜 他跟幕府 大將軍的勢力 交回給什麼 先交回給天皇 天皇才跟他 政治上的 管理同的 跟 他什麼 跟那個 爭議 大將軍同的 但是他這件 沒有設幕府 他這件 就要認識日本國 就是 下方 這個什麼 台日本帝國下面 還有一個政府 這個 天皇代表 國體 所有的管理 都在天皇那裡來 所以你看 台日本帝國 第一條 天皇什麼 台日本帝國 就是天皇 天皇擁有 所有的管理 按照什麼 勾勵 以前國體 政體 分離的 勾勵 就是天皇擁有 日本所有的管理 之後 他把這個 什麼 政治上所有的 空間 完全下方 爭議 大將軍 去做 現在不是 現在是 直接把所有的管理 下方 要讓 某人民所造成的政府 如何 進行 這個 某人民所造成的政府 主要是 端爭的地方 出來的人 薩摩番 跟長州番 人家說的 殺長土的 這四個地方 出來的人民 共同去做一個議會 現在天皇 跟這個 管理什麼 任了 這個某人民所造成的議會 如何 做一個國家 這個 某人民 由這個 日本人民所造成的國家 叫做三米國 叫做 日本國 所以你要知道 日本國怎麼來 日本國的權力來源 在那裡來 就是 台日本 帝國天皇 同的 照這個高雷 他把這個 管理一般來說 如果 都任了這個爭議 大將軍 但是這件沒有 這件 他沒有設爭議 大將軍 按照國際法 要由 人民所造成的政府 如何 按照國際法 按照萬國國法 按照萬國國法 所以那時候 包括 天皇和 岳下的大陣 都知道國際法 要怎麼做一個國家 這個國家 就是要由人民的議會 來組成的國家 怎樣 這裡有辦法變成什麼 我們現在說的 民主國家 還是說什麼 主權國家 我們之前說過 這個主權國家裡面 一個很要緊的 是說 第一 你有人民的議會嗎 有 所以 日本人民 有做 他的議會嗎 有這個 煞腸同盟 這個煞腸 土肥 有人民所造成的 你知道嗎 他本身就是一個議會 他有共同在開會 在討論 說我們要做一個新的政府 政府 這個政府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說的 日本國政府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日本國政府 你要知道這個 日本國政府的錢 他的錢 是什麼 就是這個煞腸土肥 這個煞腸土肥是怎麼來的 主要是煞腸同盟來的 就是煞腸和常作 我們這兩個人 怎麼 兩個 這個 所在的人民 說我們外共消滅 我們要共同 做一個國家 他們怎麼按照 鼓勵去找天皇 說麻煩說你天皇 派出他的代表 就是這個什麼 這個 算是這個 貴就是 這個 貴族院 這我們說的就是什麼 朝廷 和由人民所組成的議會 就是這個 日本國 就是 這樣共同在做一個國家 叫做什麼 叫做 台日本帝國政府 所以你要知道 台日本帝國 他是有兩個部份在做的 國體跟政體怎麼做的合起來 這個國體的部份就是 朝廷 就是以天皇跟什麼 跟他的貴族為主 他下面這個 人民的政府 就依 什麼 就依日本人民為主 就是這個 日本國的什麼 國民為主 他有人民 共同要把 抗抗起來 去做一個什麼 這個人民議會 由人民議會 推派一個 首相代表出來 跟天皇 共同在合起來 所以日本是一個什麼 惡元政治 日本 他是以天皇做副頭 他下方的人民 是什麼人做副頭 首相 所以 我們要知道 日本這種 制度 你如果 你如果 嚴格來說 應該算作什麼 應該算作幫連 幫連就是 你知道嗎 台英帝國流行 跟他 英國政府的關係 所以 台英帝國流行 所簽的 跟 英國政府所簽的 這個文件 是不一樣的 你要記得這點 因為我現在就是 要把國體跟 政體分離 國體就是 這個 英國流行 簽的 跟這個 英國政府簽的 這個 文件意義 是不一樣的 你如果說管理上的 工作一般都是 英國政府在簽的 你如果卡到主權的工作 都什麼 都英國流行在簽的 所以這兩個你知道嗎 是二元政治 他們是幫連 因為我們這個 一般 你如果去想 中華民國 這個什麼 國體跟政治合的 或是想 美國的 制度的影響 的時候 你會把什麼 你會跟這個 君王跟 學校政府所簽的名字 你把它合作 你就害怕了 你改歲 我們日本相關的 一些條件 你一定會開火 因為你如果想這個 中國教育 他們一般都什麼 國體跟政治 什麼做會 黏做會 你就溫室 你改歲 國際條的溫室 你會開火 因為 我們要改歲 我們日本相關的法律 最好的 案例 是什麼呢 這個習慣法的判例 是什麼 就是 這個 這個 台英帝國 你要去看 英國的 制度 跟我們 台日本帝國 怎麼相關 你要去參加 台英帝國的 你不參加 這個 參加這個 美國跟中華民國 他們的 為什麼不適合 我們的 因為 我們主要是什麼 我們主要是 君主制的 國家 你知道嗎 君主立憲的國家 你知道嗎 什麼叫做 君主立憲的 就是所有的 管理的來源 全部都在 法律上 要有法律上 法律上 給人民政府 怎麼做國家 這跟 他們中華民國 他們這個 中國自國以來 什麼 國體跟政治合 那個制度 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要參 你如果要參加 我們日本的政治 你都要參加什麼的 台英帝國的 他們也國體跟政治 都分離 就是說 台英 如今所簽的 條約 跟 英國政府 所簽的條約 意義 都完全不一樣的 這你要看作 兩部分 你如果一般是 英國政府簽的 都跟 管理有關 跟 世界上的 日常業務有關 包括 管理款 你如果是 英國 如今所簽的 一般都跟 主權有關 我 住了一片 土地要扭 什麼人 這就是主權的行為 所以你要 清楚 很清楚 就是說 我們日本是 惡元政治 國體跟政治 分離的制度 跟什麼人 跟台英 中國比較強 所以你們兩個 不可以 在外面說 我們 這個 日本的 相關的 政治 和 這個 中華民國 中國 跟美國的制度 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不可以 做下去討論 你如果 討論 你解釋 我們的國際條約 你會開花 主要我告訴你 一個很要緊的地方 在哪裡 天宏所簽的 約 跟 日本國 所簽的約 不一樣 天宏簽的 是天宏簽的 家庭的 政府簽的 是家庭的 這跟什麼一樣 跟台英 中國一樣 台英 中國 所簽的 跟 英國政府 所簽的 完全不一樣 你不可以 說就對了 天宏 如果沒有簽 上去 上去最終的事情 還沒解決 你如果 抓到主權的問題 你就要問天宏 你如果抓到管理權的問題 你要問 下庭的政府 就是那個日本國 這是很要緊 很要緊的 你知道為什麼 一直要解釋 這裡 因為 我們台灣人 對這方面 完全是沒有了解 都一直 學到什麼 學中華民國 跟中國人的制度 跟美國的制度 這方面的世界 你知道嗎 你後來 你解釋 國際條約會開花去 對 因為 美國的政治 設計 包括 中國人的政治 設計 不適合我們 日本 因為我們 日本是 君主制的國家 所以你 不可以用 這個什麼 用 中國的 這個鬥 這個 政治的設計 去改遂 日本的國際條約 這樣一定不對 重點 在哪裡 天皇 如果沒有簽 最終的和平條約 沒有簽 我們說一人就好了 舊金山和平條約 什麼人簽 會 日本國簽 它是暫時放棄 我們台灣 相關這些管理權 而已 但是 這些主權問題 天皇 沒有簽 因為 你要知道 我們日本 鼓勵 所有的管理 台灣都在哪裡 都在台日本 帝國的天皇 都在天皇 天皇 如果沒有簽 也就是說 沒有簽 所以我們台灣 現在主權在哪裡 在台日本 帝國天皇 因為舊金山和平條約 什麼人簽 會在日本國政府簽 他說的 舊金山和平條約 說的是 日本國放棄 我們台灣的管理權 管理權 管理權 主權也放棄 沒有 因為主權在天皇 那天皇 沒有說要放到什麼 所以我們台灣 為 我們為什麼 台灣民政府 堅持日暑美戰 台灣屬於什麼 日本天皇所有 美國總統 軍事占領中 什麼樣的原因 這裡要分得很清楚 因為我們後來 你決定 我們台灣最終的 國際地位行使 要按照天皇 跟美國總統 兩個人為主 創的都沒有效 這叫做什麼 這叫做我們台灣最終的國際地位 要由什麼 兩個人來決定 什麼 日本天皇跟美國總統 來決定 這叫做日暑美戰 所以我們的日暑美戰 我們不是政府對政府 不是下面的政府 我們不是說日本國的政府跟美國的政府 不是喔 他是什麼人 他是我們日本天皇跟美國總統 你決定的 你記得這樣就好 你要知道什麼 看來的原因 因為我們這個 日本是君主立宪的 台日本帝國憲法就是君主立宪的憲法 所以我們台灣最後的去留 要經過天皇 你這個一定要經過天皇 你沒有經過天皇 沒效啦 台灣的最終國際地位 的決定 不是在我們台灣人民 也不是在日本人民 你都錯誤了 在日本天皇那裡 所以你都說台灣 我們台灣人是台灣人 那沒效啦 因為按照法律來說 是台日本帝國的天皇 你做決定的 跟什麼 跟美國總統的簽名款 因為現在這個台日本帝國天皇 叫什麼 叫美國總統現在在簽名中 那是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什麼 他們兩個 主權的行為 所以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 就是要什麼 依日本天皇做 你知道嗎 做主 跟什麼 跟這個美國總統的簽名款 兩個做會來討論 才有效 所以你決定我們台灣最終的國際地位 是什麼 就是日本天皇跟美國總統 倒不是我們下架的人民 因為按照什麼 按照國際條約 所以這個相關的國際條約 我們在下面 兩本這個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的時候 我會說這相關的條約 我才說得太小 你現在粗粗的概念 就是要把它分成清晰說 我們日本的政治是什麼 我們日本政治是二元制 就是國體跟政體分離 下架的政府簽的 跟頭上的天皇簽的 那個意義完全都不一樣 你記得這樣就好了 剩下我們人工才再來解釋 這樣我們第十八章就到這裡 謝謝各位